他剛剛講到印度 印度跟中國之間 竟然四十五年沒有槍生 今天已經有人開第一槍了 鍾老師 誰開了槍 已經不重要 就是說重要的是有人開槍了 而且打破四十五年來 不開槍的那個協議 其實這是一個合理的發展 因為我們知道六月十五號的時候 他們第一次衝突 那個時候印度自己宣布 他們有死了二十多個士兵 然後中共沒有宣布死多少人 印度方面把他死亡的 那二十幾個士兵的名字 相片都把列出來 舉行了盛大的國葬典禮 幫他們 等於說舉行一個國葬典禮 這個典禮是什麼意思 舉行這種典禮的意思就是說 我一定要報仇的 這樣啊 當然是啊 你想想看 為國犧牲 對 連印度的國防部長在六月十五號的時候都出來講 不然他不需要弄得那麼大 對 你弄那麼大 那全體印度人民共同的哀傷 你國家領導人你要講些什麼 你一定是講說這些印度軍人的英勇跟犧牲 不會白白的 白白犧牲的 下面一句話就我一定會討回來的 你辦這個國葬典禮 他的含義就在這裡 現在又來了 就是說前兩天不是死了一個西藏籍的 對 西藏裔的印度士兵 結果一樣在印度許多地方 不是只在一個地方 又舉辦了對這個藏籍的印度兵盛大的這種國葬典禮 對 一樣當場有這個西藏的獨立的這個旗號叫雪山獅子旗 西藏獨立的國旗 對 以及印度的國旗都拿出來了 這個像這種葬禮一樣是在跟自己印度人民表示 也在向中國表示 我一定要討回來 不然的話你會受到人民的唾棄 那個執政就不要執政了 第二個含義就是說 其實印度已經承認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葬 國旗就已經公開的出現了 你看中共很奇怪 中共對他死多少個士兵 沒有講 所以根本沒有葬禮 所以你在整個過程中 你就可以看到其實中共是不太想要 讓中印的衝突繼續擴大 至少在北京中央 因為2001年中美軍機插撞 在南海插撞 那個中共的那個軍機 掉到海裡面 找不到了那個飛行員 這個失蹤了 王偉 叫王偉 中共中央江澤 還有那個胡錦濤 還幫他幫那個飛行員舉辦盛大的這種國商的國葬典禮 那什麼意思 就是我一定要跟你美國算這一筆帳 可是沒有 這次中共中央沒有 所以你就會很奇特 就是說中共現在的情況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就是說你的邊境的情況 這個衝突一直在擴大中 而且印度越來越強硬 然後北京呢 沒有什麼消息 北京看起來是怎樣 息事寧人 可是胡錦進又講了 說印度一線的部隊被 被消滅不遠 其實他們是寡人有疾 就是寡人有疾 是習近平他們擔心這樣的情況 所以雪山士奇那個整個中國內部的媒體是通通沒有報導的 為什麼沒有報導 因為那個特種部隊叫做印度特別邊防軍 只屬於整個印度總理的 他是流亡的西藏人三千五百個 就是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之後 他們覺得在高山上西藏人最了解高原 他們的身體的情況可以去處理 所以那時候成立了這個東西SSF 他是專屬於印度的總理的 所以這一次他們就去打了 但是中國就怕了 怕怕怕哪裡 因為他們講說這個是西藏人 寫三師子奇就是打賴喇嘛 他們出去那個 如果說知道西藏那邊為了印度而打仗 他們怕是里因外合 西藏奪恨 西藏這段時間被血腥鎮壓 包含胡錦濤是被血腥鎮壓的 他們有奪恨 而且現在更可笑的是什麼 本來呢六月十五號之後 他們因為在高山上 那時候打了很多 當時的說法是死了四十三個以上 中國人 他們那時候想說因為他們過去就怕 所以就從胡福建 其他地方調人過去 他們覺得說沒辦法適應高山 所以他們強徵 強徵西藏和內蒙古的 體育學院的學生 你們這些身體好 你們格鬥技好 你們上去 就現在內蒙古也出事 所以現在為什麼習近平不敢講話 怕這件事情讓蒙古西藏 通通想起來我們被中國欺負 我覺得胡錫進寫的文章 我比較看懂 他文章怎麼說 他說究竟印度的槍多 還是中國的槍多 印度的軍費有多少 中國的軍費有多少 印度人算不過來嗎 其實我覺得對中國來講 除了就是說這個目前的莫迪 他是真的是很想跟中國打一仗之外 他最怕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印度有兩件事情 是讓中國現在非常緊張的 一個就是果然這個印度軍隊 有西藏人參加 他過去他不太公開這個問題 因為他知道這個很敏感 我這樣做變成說我得罪你 我得罪你中國 他還想維持一個基本的一個和諧 第二個 印度的軍人是舉雪山獅子旗 因為這個是藏毒的旗子 對 那等於說你公然是 支持藏毒 支持藏毒 對中國來講 他不怕那個什麼中印邊界衝突 那他怕的是什麼 你印度的力量 進入到我西藏的內部 這會影響我的國家的穩定 我請問一下 這些藏族青年 在經過印度的軍隊的 這樣的嚴格的訓練的時候 他會不會有一天跑回西藏裡面 成立遊擊隊 那你中國怎麼辦 這些人是少有散散的 那你到我所謂裡面爆發出來 我佔領某個城市 我跟這些喇叭們合在 組成一個軍隊的時候 中國才緊張 中國最怕是外國勢力 介入他內部 為什麼香港的國安法 他香港國安法也是怕外國勢力 因為你英國 你美國 五眼聯盟 你介入香港的這個運動 民主運動 這我中國擔心的 所以他今天也擔心什麼 臺灣的問題是美國介入 所以這就是他擔心是 他內部如果有這些勢力 一直出來之後 就像他他們現在也認為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內盟的問題 可能是外盟在介入 因為現在外盟 外盟股是獨立的 那外盟股跟內盟 如果整合在一起的話 那不得了 所以這表示他內部的不穩定 越來越明顯 第1時間 第1時間 第6時間 第3時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